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 華文新勢力 如果你身邊有所謂的機師朋友 你常常聽 他們常常會講說 在天空上面聽這個無線電 其實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雙方彼此之間的較勁 那當然指的是我們跟共軍 這個部分彼此之間的較勁 其實是遠超過我們國防部 這邊所公布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看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第一這跟廈門劍當初的這個對峙有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在強調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這樣的一個新常態 被建立下來的時候 這個新聞給我最大的一個感受 最擔心的一個部分 就是他們已經到整個東邊 就是我剛剛講 整個東太平洋已經幾乎就是說 過去我們在講A2AD 就是說反介入跟區域拒止這件事情 是不是已經成形了 如果從這個新聞上面看起來 好像是有這樣的一個態勢 然後再加上廈門劍在這個地方 感覺是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這是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說 如果是這種長城奔襲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美軍只有可能從幾個地方來 就是當然從這個航空母艦上面是一種 關島是一種 對 菲律賓是一種 從日本來的機率不高的原因是 因為如果是從日本來做這樣的一個部分的話 基本上日本的媒體已經怎麼樣 公開的公宣布就說 你看中文又來了 怎麼樣 他們已經大名大放了 所以看起來應該還是在所謂的這個東邊的這個東南空域 這個地方的機率高一點點 但整體而言就是說 對我們來講 我們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你看 如果他的妥善率是OK的 如果他的架次率是這麼高的 對 那如果兩邊的這樣的一個奔襲的頻率是這個樣子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這很符合過去過去美國人一直在提到一件事 我們慢慢再失去所謂的這個太平洋 這個所謂的西太平洋這邊的戰略優勢 也就是說整體我的軍力 我一定還是超過中國的 可是如果是所謂的臺灣海峽這一邊 如果發生局部的這個戰爭的時候 因為他有太多的暗巡飛彈 跟就所謂的這個飛彈 彈到飛彈這些來做 做一個掩護 那可能在這個地方 我們沒有辦法討到很大的便宜 那如果沒有辦法討到很大的便宜 就跟我們過去所看到的一樣 你現在可以看得到 就是美軍一直在武裝臺灣 然後一直在做台積電的這樣的一個分拆 然後開始往亞利桑那去走 那我們就要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現在的態勢 事實告訴我們說 他的兵力 沒有辦法在這個局部性的這個戰場上 取得優勢 而我們賴以生存 跟賴以保障的盾牌 又被他拼命的在搬走 然後他又開始在武裝我們 那我們真的很擔心 我們真的有可能會變成所謂的這個戰場 是 但是要武裝我們也需要時間 那問題是在武裝之前 現在現在就請教介大使 你看如果說美軍一百架 然後大陸解放軍 就來個三百架 我三比一讓你嚇嚇看 那但是問題是我們找不著家諸 你看美軍如果不來的話 靠臺灣呢 臺軍呢 你看光是他講這個零故障 那我們有沒有這麼多的妥善率 還有我們常常講大陸解放軍是下水餃 人家軍艦又比你多 又比你新 然後這個軍機 軍機呢 他又有所謂的積海戰術 那我們能比嗎 所以這點我其實就大大的打了一個問號 這點大家也聽聽看介大使的意見 還有一點是如果說這個訊息 其實是凸顯出所謂的 包括美國跟民進黨政府 一直不斷強調的中國威脅論的話 那現在這個其實就讓你感覺到說 所以大陸很厲害 大陸是個威脅嗎 對臺海來講真的是所謂的威脅嗎 可是偏偏的你看 國防部這邊公布了一個訊息 是十三號的時候說 只有五架次的解放軍機在臺海空域活動 而且又沒有越海峽中線 或甚至是西南空域 那在十四 十四號我們知道是習拜會 那在習拜會之前 卻是比較近期罕見的少有的架次 那這代表什麼樣的訊息 是刻意在釋放出所謂的善意嗎 基大使 當然有可能就是因為這個軍事行動 都是配合外交行動 雙方都是有連結性的 所以身高跟降低 它事實上有外交含義 所以我覺得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那替拜習會製造一點 這種比較和緩的空間 對 不過剛剛提到就是這個三百架次對一百架次 這個戰機大車拼 其實我是覺得從軍力上 從這個實際的這種軍事力量來講的話 是有可能的 當然美國拍一百架戰機 在這個臺灣東部水域 進行這個演練 其實美國老找這個能力了 那中國大陸事實上我看了一下 也有這個能力 那不過這裡面就是說 中國大陸現在兩艘航母 已經進入到可以就是 實戰演練的這種 一個山東號一個遼寧號 大陸這個山東號遼寧號的艦載機 是殲-15 殲-15的最大航程三千五百公里 事實上作戰半徑大概一千五百公里 是安全的情況 那如果說遼寧跟這個山東兩個 都放在臺灣東海岸的話 那麼遼寧號的這個殲-15是二十四架 那山東號是三十二架 兩個加起來就五十六架 五十六架的話 三天三夜要做三百次的這個 這個架次 架次 那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除了用這種浮動機場 因為航空母艦就是浮動機場 這個方式的話 那大陸這個暗置機的話 再就是說在陸地的機場上 在沿岸的話 那大陸的重型的主力戰機殲-16 殲-16它的航程更遠 它是最大航程是四千公里 那作戰半徑的話一千八百五十公里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從大陸沿海基地起飛 到海灣的東海岸執行勤務的話 那也不需要空中加油 所以我覺得以大陸目前的這個空軍 以及還有就是航母這個實力來講 在臺灣的這個東海岸 做三百架次的這種戰事 就是說這種戰 這種跟美軍的這種車拼的對陣的話 我覺得實力上是有的 對 不過這個過程中 我是覺得大陸如果是用殲-16的話 那事實上它很多還是要經過西南空域 還有要走這個走這個臺灣北部的 這個叫宮古海峽 宮古海峽 宮古水道那個地方 那如果三百架次的話 那相當大 三天三夜三百架 相當相當大的一個軍事行動 那只有我們臺灣有報導 我也覺得是有一點點 真的我們的新聞記者採訪能力很高強 是 那如果說是兩艘航母一起都集結在中國 臺灣的東海岸的話 也不是沒有可能 可是一般的話 除非有大型軍事做做做 他應該是各有他的這個巡航的這個範圍 集結在這個 那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這個消息 我覺得我看了一下 以現在雙方的軍事的能力 實力來講都做得到 三天大陸三百架次 三天三夜三百架次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美國來講的話 三天一百架次 三天三一百架次 也不是有問題的 不過以現在中國大陸這個 這個海軍的實力 跟空軍實力 事實上在中國 只有在臺灣的東海岸 進行軍事演練 甚至軍事行動的話 我覺得已經早具備此能力了 是 系統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購